为什么美军不怕技术泄密 而中国却总是遮遮掩掩 难道是我们中国玩不起吗 先进军事技术有时并不需要完全保密 多数情况下还有着威慑作用 而说到威慑 各国其实都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 美国是那种绝对自信心 也就是说它料顶大部分国家都弄不出来 但是自己手里却有 你说吓不吓人 况且只要它自己不挑起战断 就没有哪个国家会傻到主动去打它 保密对于强盗来说 只有以技术连财的价值而没有战略意义 相反亮出来 对于后面一帮摇旗呐喊追随自己的小弟 B2时是造势手段 对领导力也很有帮助 想当年人家打算派遣B2轰炸机 去轰炸距离部署地铁直线 距离一万两千公里的阿富汗 但最理想的两条路 要么路过俄罗斯 要么就要突进我国 而老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干脆选择直接从基地出发 经太平洋转印度洋 然后北上阿富汗 来回长途奔袭了五万五千公里 关键是虽然中途历经多次加油 任务70个小时内也有过短暂降落 可6架B2的发动机 却从未熄火也没有中途掉帘子 很显然 二十多年前就能拥有这种技术 用来警告威慑 要比遮遮掩掩好太多了 而我国相较于美国来说 本来手里能打的派就不多 并且也没人家大 如果还非要名牌 肯定就是下下策 所以我们的威慑方案就是 捂住不让看 虽然因为实力有限这样做很丢人 但谁也不敢在这个强盗横行的年代 随随便便就把家底显摆出来 让人看 技术特点遭不遭到 针对和封锁暂且不论 整个威胁论的帽子就得不偿失了 可能有人会说了 还不是因为技术不如人家美国 才遮遮掩掩的 咱就说既然都知道不如人家了 那还有必要拿出来显摆吗 其实先进武器的保密是种威慑 让对方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多大的威胁 只能消耗时间靠一步步的疯狂试探 而对落后武器的保密同样也是种威慑 这样不至于让对方探底更容易混淆视听 让他们既想恼你心里又犯嘀咕 总而言之我国的技术无论是强也好弱也行 最终想要的目的就是 好不好的我不说就泡菜 不行的话你就试试 这其实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手段 毕竟名牌是需要有绝对强硬实力做支撑的 谁不想让对方只看到牌面就被吓得退避三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美国也并非完全不怕泄密 美国总是喜欢宣扬它的武器装备 就真的不担心泄密吗 难道说它还有别的什么目的 美国的技术也不是完全都公开 而之所以我们看着很高调 除了人家有着绝对的技术以外 还有着文化和资本输出的需要 文化这一点大家都清楚 中国自古以来强调的就是内敛 谦卑和谨慎 东西是好是坏 自己都没有消化 没必要搞得人尽皆知 同样技术也是如此 在没有万全把握或必要的情况下 绝不对外宣扬和炒作是我国一贯的处事态度 可美国就不同了 人家从小接受的思想就是开放 凡事都善于往外表达释放 不过对于技术来讲 他们也不是什么都往外说 比如他说自己放弃高超音速导弹的研究 难道就真的不搞了吗 这只是其挑挑拣拣 有目的对外释放讯息而已 要是真听他的就完蛋了 原理上和我国的全盘保持神秘 一个意思都是换烫不换药的保密手段 至于资本输出 也是美国总喜欢炫耀军事技术的主要原因 美军与我国不同 他们是典型的外向侵略防卫政策 担心我国冲击他的国际地位 就大肆宣扬所谓的威胁论 营造地区紧张气氛 然后再向我国周边国家地区出售武器装备 尽可能扶持可禁锢我们的军事力量 日本韩国如此 而台湾也好不到哪里去 当然同样的手段对俄罗斯也没少用 既然要销售武器 还要让盟友死心塌地 那么军备视频就必须技术特点亮眼 还要配上振奋人性的背景医院和许愿库特效 要不然广告不好谁愿意卖 比如爱国者防空系统 一套下来动不动就是几亿美金 配套的防空导弹消耗起来也是价格不菲 就这么一个吞金巨兽听着都吓人 谁想买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口袋 但前段时间有报道称 乌克兰使用爱国者导弹系统 成功拦截了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暂且不论这个新闻是真是假 相信很多国家在面临超高音速导弹威胁的时候 爱国者无疑就成为了最佳的选择 这样一来美国靠公开武器技术性能 以及战场上虚虚实实的新闻达成了自己想要的军事目的 而军火商又仰仗着政府亲自站台宣传 到头来也赚了个盆满钵满 面对这样双赢的结果 自然也就更乐意公开了 当然这也只是他想让你知道的秘密 关键合金技术也不可能往外说 美国大量出售F35五代战斗机 他们就不怕技术泄密吗 作为当今世界五代战斗机中的双花红坤 F22和F35的实力自然不必多说 性能参数网上或多或少也都能查得到 可能F22还好一点 但F35就只差把它挂在官网上公开售卖了 目前很多美国的小老弟基本也是人手一份 甚至土耳其连它的零部件生产线都有 而对于会不会有国家把它买回来 拆开了进行研究泄密这个风险 美国倒是丝毫不担心 首先老美卖装备也是看人下菜 换句话说可不是哪个国家想要他都敢卖 像中国俄罗斯已经具备五代级研造的国家 就算给它再多钱他也不卖 毫无疑问这一下就直接把泄密风险扼杀在了摇篮里 至于其他国家的水平 F35本身就是由多国合作完成 但不同的是只有美国掌握全部的核心技术 可能英国也多少掌握一点 而像日本韩国等一些可以拥有的盟国 他们只是在研发过程中出钱 再到后期享受内部家的购买资格罢了 只有关键部位制造想都不要想 尤其是发动机的核心技术 他国别说瞄着F35照葫芦画瓦了 就算把图纸摆在眼前也造不出来 这一点科技强固 以色列可是深有体会 而且有专家指出 有些特定零部件还需要有特定生产线才能造出来 也就是说 就算土耳其拥有它的零部件生产线 也都是在生产一些无关紧要的部位 牵扯到像内部构造和技术这一类关键核心 还都是由美国人来完成 何况目前装备F35战斗机的国家有很多 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信息泄密 这也归结于美国和各国之间签订的保密协议 没人在美国情报机构和霸权地位的影响下 敢私自把它转卖给其他国家 也算最大程度保证的技术信息不泄密 所以综上所述 美军的技术无论是出于文化彰显 还是用在资本输出 都是在核心技术绝对保密的情况下 做到了明面上的足够投兵 换句话说 美国这些泄密举动看似和我国大相径庭 但本质上没有很大区别 只不过它有它的目的性和指向性 也有足够高的技术门槛和实力做支撑 这一点我确实差距很大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美军把F22战斗机买给我国 那么我们能不能将它仿制出来呢